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BPS的网上研讨会 我是BPS Marketing的同事Kitty 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 未来机器人的海外销售总监Gigi宜小姐 和我们探讨自动渡航叉车 在电商行列的未来发展方向 她都会深入讲解一下自动渡航叉车的工作 开始之前,我也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BPS的背景给大家认识一下 《威玉环球》名为国际市场调查报告 评为全港最大的仓库自动化系统集成商 是根据市场调查公司在2020年第三季 就香港仓库自动化学业进行的调查研究 《威环球》是一家在香港领头的系统集成商 在仓库自动化科技、科网、工程方面 覆盖了最广泛的行业种类 《威环球》集团旗下有三个业务 第一个就是建筑工程 物流科技、投资和地产 建筑工程包括仓库、写字流 和一般建筑物的内部装修和基电工程等等 同时间我们也提供专业的物流顾问服务 有供应链、物流自动化方案的设计 运作和管理优化服务 第三个就是地产中介服务 根据客户的业务营运需求和准则提供专业意见 提供各类仓房、仓库以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 另外我们已经成立了接近30年 业务在全球各地不断扩大 在去年我们在澳洲、台湾和新加坡 官司有办事处 另外很荣幸我们在2018年 憑着大昌华家、智能自动充富方案 夺得香港资讯及通讯科技奖 智慧问楼金奖和大奖 在2019年再评约Soverniggo的智能化智存服务 借助成联智慧物流金奖 在去年我们做和香港电视屏住网购上的物流转型 自动化方案获取智慧物流商人奖 里面的其中一位银行得主 我们威越环球以物流科技集成商为定位 为客户提供最优得的服务和方案 我们针对客户的特殊要求 为客户设计和制定合适的物流自动化方案 帮助客户提高投资回报率 我们和未来机载人 就签了独家代理协议 我们都深信自动动航叉车 可以帮助大家增加营运效率 提高投资的回报率 接下来的时间 我就交给Gigi去介绍一下机动动航叉车 Hello 大家好 我是Gigi 今天很开心有这个机会 可以跟大家在这个Webinar 去做一些分享 和大家一起探讨物流机器人的这个话题 首先我想介绍一下 我们公司Vision Lab Robotics 我们是一间提供自动导引擦车 也就是AGF 自动导引擦车 以及配套的无人化物流方案的一间公司 与传统的擦车相比 AGF是不需要任何人驾驶的 它可以自主导行 自动运行 以及自动执行任务 是一款可适合用于工厂、仓库等地方的智能化设备 我们公司有着丰富的产品线 可以帮到不同的产业客户 实验他们工厂和仓库的无人化、自动化和智能化 其实有很多人都会问我 为什么物流机器人会是一个大的趋势呢 我的观点是 现在的企业如果要持续发展 就以积极拥抱创新的科技 去不断提升企业的表现 对于物流企业来说 物流机器人会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特别是卖入2020年之后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我们进入了我们叫做New Normal的一个时代 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是 香港人越来越少出街购物 而是慢慢习惯了上网购物 所以香港本土的电商企业 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超出预期的高速发展 反观传统零售业可能会有点受挫 面临了越来越艰难的局面 而物流企业作为 无论是电商企业 还是传统零售业的下游企业 它也要顺应这些大环境的变化 积极去改变它传统的运作方式 在控制好成本的同时 要做到较高的订单准确率 运作亦要高效 做到有一定的规模化效益的同时 又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 所以去面对新时代来想的时候 其实是会有一系列新的挑战 亦都是这样 很多企业已经开始积极把目光投向了 仓储自动化设备 和智能的物流机器人 所以大家会发现物流机器人 现在已经成为了大热的趋势 其实在仓库自动化和智能化方面 其实有两大代表性的产品 一个是以ASRS自动化立库为代表的 这些产品通常会在一些大型的仓库 甚至是全新建出来的物流中心里面 好处是它尽可能利用规模化的效应 最大限度利用空间 极大地提升到仓库的负用量 同时保证到有很高的运作效率 而不足之处都比较明显 因为企业需要一次性按证购买 而且一旦安装之后 是没有办法随便移动或拆除 换言之 它要求企业在前企业一次性投入 一笔比较大的投资金融去 这种投资对有些中小型企业来说 是比较难接受的 另外一种典型的产品 就是我们的物流机器人 包括AGV和AGF 这种产品可以通过局部的 升级改造无人化的一个方式 以比较低的投入成本去达到 同样比较好的自动化效果 而机器人的部署 也是非常灵活的 我们可以根据你生产或仓储规模的 逐步增大 而同比例地加购机器人的数量 无论对于大型企业来说 还是中小型企业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而Vision F可以为大家提供到的产品 就是我们的AGF 我们的AGF有一个很大的亮点 是我们采用视角技术 去结合叉车 视角技术其实是业界最为先进的一种技术 举例来说 Tesla的无人驾驶车辆 都是有用到这种视角技术去做的 另外视角本身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些优势 首先从基因来说 它是由仿生学演变成的 天然就有一定的优势 其次 视角相机和全感器 可以获取十分丰富的图像信息 而这些信息的数量级 相比于其他同等级的全感器来说 是会有成千上万的一个增加 获得这么丰富的信息之后 再通过我们的人工智能 AI 可以令到我们的物流机器人 是更加的聪明 做到很多不同的操作 另外目前这些 视角传感器的生产成本 都比较低 可以帮助我们的产品 有比较好的性价比 有利于我们做产品的商业化 而我们在同时 我们产品上也做了一些 模化化的设计 将我们的视角技术和控制 都造成模化的结构 令到我们生产和产品 是比较高度标准化 产品的通用性 都会比较高 在这个视频中 我想通过视频 向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视角 视角技术的一些作用 简单来说 视角技术 在我们的AGF 是有三大作用 首先第一个是 镜图和定位 左边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是我们的视角传感器 以VSLAM的方式 去建立地图和识别路边车辆的一个过程 整个过程都是比较智能化的 第二大功能是感知 是个可以赋予机械人很好的感知能力 在中间的两个视频 大家可以看到 机器人可以通过传感器 好好地准确地检测到 譬如托盘 托盘 卡板 货物 甚至是人 的位置 另外 第三个作用 是控制和操作 基于前面的镜图定位和感知的情况下 我们的机器人 是可以有一定的自适应的能力 他们可以根据不同的环境的情况 去控制和调整自己的位置和位置 譬如说你的托盘如果不小心放弯 我们可以调整 叉弃自己的叉臂 或者甚至 是可以 调整自己的 叉取 货物的一个路径 通过这些方式 可以更加准确地叉取到托盘 其实呢 通过自适应的能力 这是一个更加柔性的做法 Vision F目前有三大產品線 相信可以含蓋到大部分客戶的需求 第一個系列是我們對傳統汽車做無人化升級的改造 也就是說我們會將有人駕駛的汽車 升級改造成無人駕駛的全自動汽車 第二個系列是平衡重車系列 這個系列最大的特點是我們可以接受高度的駕駛化 譬如我們將貨差改長、改闊 又或者甚至將我們普通的貨差改成駕駛型 第三個系列是我們的Slim系列 這個系列採用了摘體的設計 令到AGF可以更加靈活地在駕駛的空間裡運行 換言之我們對貨架之間通道的寬度要求 其實是降低了 可以接受更窄的寬度 同樣的空間之下 企業可以多放幾層貨架 換言之也可以更好地利用倉庫空間 提升企業自己的負容率 Mission F又不是只提供充車的 我們是提供一體式的整體服務方案 Integrated Solution 我們有自己開發的控制軟件 包括RCS軟件和BrightEye軟件 我們的上層軟件通過WiFi網絡和5G網絡 和AGF做通訊 保證車輛與車輛之間的交通狀況良好 最終達到的是高效、精準和智能的一個目的 先簡單地介紹一下 我們這兩個系統各自負責的一個功能 首先說一下RCS系統 其實它是一個頂層的調度系統 它主要的任務是去調度所有的AGV 去執行搬運任務 我們這個系統可以同時調度150部AGV 同時運行 保證到所有的交通是順暢的 AGV不會遇到煞車的情況 而第二個系統 BrightEye系統 是關於環境監控的 它是一個多功能和客製化的軟件 它是通過安裝在屋頂上的視覺相機 再加上人工智能AI去識別、分析和監控貨物的位置 人樓、車樓、庫位狀況等等的情況 一方面可以保證到操作環境的安全 另一方面亦可以確保信息樓的完整 可以更加好地幫助RCS提前判斷交通的情況 Mission F目前已經在香港有幾個實際的落地案例 首先為大家分享的是其中兩個比較有典型的案例 我們第一個案例是幫助先進生產力中心 提供了13部視覺導航的AGV 去幫助不同流程的物料實現跨流程的運輸 另外我們也為匯豐銀行提供了5部視覺導航的AGV 用在不同流程的物料的運輸和儲存 我們其實在大陸地區都做了很多項目 而且這些項目的難度係數其實是更加高的 首先為大家介紹左邊視頻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一個普通貨架的AGV 做上落貨架的運作 其實我們這種類型的案例 我們做過很多不同類型的貨架 包括你們大家現在看到的背靠背的貨架 以及我們都做過洗入式貨架 以及穿梭車貨架等等 而高度方面我們做過最大的高度是9米 我相信這個高度已經是國內做到最高的一個高度了 而第二個為大家介紹的這個案例 是關於其他一個行業的 因為不同行業的物料儲存方式可能有比較大的不同 在汽車器配行業 他們比較喜歡用這些料籠去安裝他們的汽車零部件 他們想省儲存空間的時候 就會將兩個料籠做堆疊的一個應用 這個項目是用了我們的AGV 去做兩個料籠的堆疊 既是省了儲存空間的同事 又折省了人力成本 因為他現在不需要用人干預了 我再繼續簡單介紹另外兩個比較有意思的項目 左邊這個其實是蘇寧默留在國內的五株雲倉的一個情形 這個倉庫其實是國內可以說是第一家真正意義上的五株雲倉 我們AGV的主要任務是從自動化立庫取貨 把貨物搬過去換存區做出貨的換存區 然後出貨的時候 也會將需要收貨的貨物從收貨區送入立庫做一個儲存 而右邊的視頻大家可以看到是我們室外搬運的一個應用 這個項目用的是Vision Lab的無人牽引車 它的任務是將物料從一棟樓運到另一棟樓 然後樓與樓之間是完全戶外的 所以這個也是比較有意思的應用 可以體驗到我們按例應用的廣泛性 我們Vision Lab在香港都有一個Live Demonstration 位置是在Hong Kong Science Park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隨時過來參觀 近距離感受到AGV的魅力 現在大家看到的是我們的AGV對接自動門的一個應用 大家現在看到的是我們的一部前移式的AGV AGV和電動門之間會有一個通訊的對接 當AGV靠近即將要通過門的時候 就會提前把訊號發給電動門 等電動門開門 電動門開完門之後 就會反饋一個訊號給AGV AGV才可以通過這個門 其實這部AGV在這個項目的主要任務是把援存區的貨物送到另外一個區域裏面的貨架上儲存起來 大家現在看到的是AGV的援存區的這批貨物 然後AGV會沿路返回同樣經過剛剛大家看到的電動門 其實前移式的AGV比較適用於高位貨架的出入戶的運作 現在大家看到的這排貨架是一個四層的貨架 這個客戶的貨架大概需要要求AGV的最大改升高度是去到六米左右 通過了RCS系統的調度 AGV已經知道要將這個托盤的貨物放在這排貨架的這個位置上 大家現在可以看到AGV通過舉行前放下的一系列動作 將這托盤放入指定的位置上 整個過程,AGV的運行都是相當穩定的 沒有發生任何搖晃的一個狀態 現在大家看到的是我們AGV做多層了龍堆疊的一系列動作 這個應用 這些鳥籠裡面是裝滿了汽車的輪胎 這種堆疊項目的最大難度是對AGV的堆疊精度要求十分之高 大家可以觀察到這個鳥籠 其實它如果要堆疊到另一個鳥籠上 是要通過四隻腳 這四隻腳其實是很幼的 換言之它對AGV要求是一 它要具備很強的感知能力 二,它要有很精確的插取和放限 堆疊的層數越多,這方面的要求 難度係數亦是越高的 我們做過最多的層數是四層貨架 堆疊的高度是接近九米 現在開始了再試一下 這裡可以觀察一下 如果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那個人的臨時 再試一下 三個月 一切 三個月 現在大家可以再次看到我們在普通課架中的一個運行 在客戶現場的區域中有很多AGAF同時運作 這種多車調度是比較考驗我們RCS系統的一個功能 在視頻大家可以看到其實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幾部叉車都是很有趣的角施奇蹟 在這個客戶現場同樣是一個四層的貨架 它整體的高度最大的要求是會去到4.8米 一個有意思的做法是當我們的AGAF在貨架上拿出貨物之後 會在這些貨架上同時呼叫我們的AMR小機器人 將這座貨物運送到其他區域 這就是我們可以做到的一個不同類型的物流機器人的互相通訊和對設的操作 我們所有的AGAF都可以選配自動充電功能 當電量去到一定的水平的時候 我們就會調到AGAF去充電站去充電 現在大家看到的是AGAF對接電梯的一個應用 這種應用除了要求AGAF和電梯有比較順暢的通訊之外 這個項目的特別之處在於它這部電梯是很老式的電梯 大家都可以看到電梯門是很狹窄的 僅僅足夠我們的AGAF將貨架插進去 如果我們的準確性稍微差一點點 我們是沒有辦法將這托貨物在電梯裡面拿出來的 接下來我們AGAF會將這托貨物送到指定的位置 在視頻裡面看不到的一些地方 其實是我們的RCS和客戶現場的WMS在工作 兩個系統經過對接之後 我們就可以很容易知道 AGAF拿到的這托貨物應該要放在哪裡 所以整個過程是完全不需要有人來參與的 現在看到的是AGAF對接機梯的一個應用 首先我們的AGAF會將半成品送到 生產線上的工位 將物料交由機械臂去做下一步的加工工序 這種對接也很考驗我們AGAF的準確性 因為如果一旦放尾了 機械臂是沒有辦法做任何下一步的加工的 最後大家可以看到AGAF對接滾通線 而且用甲泡的形式 擁有兩個軟包物料的一個應用 物料從滾通線出來之後 我們AGAF就會用甲泡的形式 將兩個軟包的材料 淋起來 然後AGAF會將兩個物料一起送出去 最後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我們用無人叉車AGAF去做裝車的運用 這些還可以做到裝車運用的人不多 這個項目可以說是國內首家大規模 應用AGAF完成裝車的一個項目 項目目前已經順利驗收 我們今天的 webinar就圓滿結束了 如果有什麼問題就可以透過電話 網址或者再電郵我們 如果大家想重溫 webinar 就可以稍後去我們BPS的YouTube頻道 收看 多謝大家參與 希望下次再見 拜拜 收看